中心社香港10月25日电 卓建名家周年论坛 其七周年庆典于25日在香港举行 本次周年论坛设有三个讨论环节 来自政界、商界和学界多位专家 就政治新形势、发展新思维 和经济新动力三个范畴交流意见 为香港未来发展把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支持中表示 2021年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 将于本月30日接受提名 她欢迎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爱国者 积极参与即将到来的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 她期望明年迎来拥有多元声音 能够在议会议政的90名议员 为香港未来发展出谋牵策 香港过去两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收雷风波、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 被香港人民和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香港发生这种事情的弊资源 就是在于未完全掌握一国两制的真谛 也没有走在一条正确的一国两制道路上 现在需要站起来重新走 回归到一条以一国为本 以一国为根的正确道路上 政府以前没有胆量、没有见识和没有条件来规划未来 但随着中央的两例举措 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 确保爱国者治港 香港不能再错失机会 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现在有了中央的支持 一国两制重回正确轨道 香港应将眼光放长远 无论是在城市规划 土地开拓和房屋兴建 以致建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香港需要长远远景并将其实现 作为香港的一员 亲身经历了香港社会的撕裂和纷争 看到了部分港人的脆弱和冲动的一面 然而香港人民身上 流淌着的是中华民众的血液 香港社会深藉着的是华夏千年的基因 而祖国无生在任何情况下 都会以最大的疫情 将归来的游子拥入怀抱 所以我无比坚定地相信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和香港特区政府的领导下 未来的香港机遇无限 未来的香港充满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